欢迎收看清点话题 我是徐清皇 为您清点最热话题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落幕了 而且正式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它让习近平总书记的地位不但大大的提升 而且他还变成新的历史伟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 习近平在公报里面 他被称之为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还超过毛泽东时期 超过邓小平时期 所以自我加冕为中共新时代的第一代领导人 所以毛泽东不是第一代 他才是真正新时代的第一代 但就在习近平在自我膨胀的同时 中国的疫情看起来止不住 七个省份最新增的案例 七十九例本土确诊 而且光是在郑州 中国光是在郑州就隔离了十三万七千人 连民众网购的靴子都有确诊的情况 所以中国的乱象状况会怎么样 等一下有来宾为你介绍 而中国的金元代工大厂中芯国际 各位那可是中国期望发展半导体的寄望之所在 结果中芯国际发布重大的人事异动 其中副董事长来自台积电的蒋爸蒋上益 请辞公司所有职务 他说我要回家多陪陪家人 这件事情引发关注 另外梁梦松中芯国际的CEO 来自台积电的杨光磊也请辞董事 前三位台积电的大将同时离开中芯的董事会 这对中国的半导体大梦会造成什么冲击跟影响呢 而就在拜习峰会的前夕拜登签署了安全设备法 并且延续川普时期的政策 美中之间的角力战还会出现多少火花呢 先为各位介绍来宾 首先第一位 梁恩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 大家好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清皇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大家好 证券分析师陈薇泰 清皇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中国的这个我们讲说 他的六中全会终于结束了 看起来习近平开创了一个新式 这个新时代在中国的论述里面 是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战起来的时代 邓小平的时期是中国富起来的时期 到了习近平时代是中国抢起来的时期 所以既然是抢起来的时期 他当然是抢起来时期的第一代的领导人 可是就在看起来习近平在大肆的集权 然后让他的野心无限膨胀的时候 中国的疫情处于大爆发的状况 连民众买的靴子都可以确诊 会这是怎么回事 是 亲黄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习近平已经算是正式登机了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代 因为之前 你是用登机 真的是登机 本节目制作单位用丰盛时刻来形容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而且你们这个弄错了 他应该又弄个黄袍才对 黄袍加深 失敬失敬 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光从一件事情都知道 你这个人他对唯我独尊到什么地步 整个所谓的第三份决议里面光是提到习近平的次数 竟然多达17次 比毛泽东的七次跟邓小平的五次加起来都还要多 更不用再讲说像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各自只有一次 可以说是举无亲重 只有一次就是象征性的让你露脸一下而已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份文章整个第三的决议可以说 其实就是为了习近平登机而量身定做 那里面也特别提到几件事情 他把中国的一个百年的过去的那个发展史 讲成什么呢 讲成是说我们可以区分的几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就是民主主义抬头的时代 再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时期 接下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其实有邓小平啊江泽民啊跟胡锦涛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事情旧时代的事情 由我这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才是真正的一个新时代开始 所以我不是第一个的我是第一个 从现在新时代开始我是No.1 所以他真的是新时代第一人 是要定于一尊 那他这样子而且大家都在关切的说 到底台湾会被提到几次 他对于台湾这个部分的 在这个所谓的第三份的决议文里面 到底有提到什么 就好像只有提到一次 而主要是强调 昨天还有人说 搞不好会把武统台湾四个字放进去 有吗 其实没有 就只有说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讲也知道你考的英文数学各科都考 你就偏偏台湾这一科考不好 你怎么可能还会毛起来提自己这一科 所以他武统台湾不但没有放进去 他放进去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对 就那意思说台湾不可以被分割 但只有这样子点到为止 那你刚刚有提到 哎呀人家做红地啊 就没有想到中国现在好像疫情又爆发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登机怪怪的吧 对啊就是好像有点触眉头 但是你也知道这没有办法 他们缺电缺眉又暴风雪 除此之外呢 真的疫情整个大爆发 从10月17号 我们知道中国因为他没有什么旅行团的事件 就导致整个疫情又从那个西北部 西南部地区一整个拓散到这个北京的地方 十几个县省市都已经有疫情 到目前统计起来已经整个中国1260人确诊 那除了1260人确诊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光是一个郑州的一个小小地方 现在竟然有13万人进行隔离 其中有1.2万人是进行集中隔离 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在自己居家隔离的情况 他们现在这个疫情 郑州人真的很可怜 发生完水灾又发生了疫情 发生了疫情 你要想说人家都还没办法正常做生意 又要被隔离 就水深火热又被雪埋 所以然后现在疫情又再度袭来 你就知道真的今年对于中国来讲 真的是一个拍泥当 那除此之外 我跟你讲这整个疫情感觉上 有一点越来越失控的意思 怎么讲呢 最主要你光看中石油 我们就要讲中国有三桶油 中石油的人全中国在中石油工作 在毫不乱当加强 应该有几十万跑不掉 就你知道吗 他现在整个疫情竟然只是因为 吉林的一个中石油的员工 在10月底及11月初 必须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 他们的共同的一个高阶会议 而这个会议里面 有多达111人参加 而且是从各个省市过来的 就你们讲 你看吉林的这个人参加了 然后呢 这边有其他大连的来了 然后呢北京的在这边 北京的那边全部 这个111人里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确定 除了他之外 另外有两个北京的跟一个大连的 都已经确诊了 那都已经确诊之外 你们发现这一个 北京的这一个 我的老天啊 他连又给他传染给他家里 变成家庭的群聚 像公公啊 女儿啊 儿子啊 丈夫 竟然又一家四口都已经确诊了一个情况 所以你当时你就知道说 如果忠实话可以因为一开始只是一个吉林的人到北京来开会 而导致至少有111人都已经有跟他密集接触 111人目前已经发现确诊了又增加了大概七个人左右 而这个群聚的效应其实真的不可小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对这一波的疫情非常的严正以待 严正以待到了什么地步 你真的讲起来你真的不敢相信而且这都是在有的人在微博里面讲到 他说什么 他是一个成都的律师 这非常有趣 他是一个11月8号9号的一个成都的律师 他预定要到那个西安去开会 他有发现 11月初之后 从四川要到陕西去 对对对 那他有发现说好像这中国这个11月以来 疫情有点比较严重 他还特别先打探了一下 就是你们西安那边法院的法官 请问一下我现在跨省了 我这样去 可以吗 可以去吗 还是说我们干脆就把这个停期给延长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之前才有一个一样从成都过来的 您过来吧 没有问题的 可以的 包办的 没问题的 你只要在48小时里面的个绿码过来就OK 他说好 那我就带着48小时的绿码 我就过去 过去到那边之后 在通关的时候 他的绿码 然后西安当场又再弄了一次 扫了一次 发现不好意思 你现在变成红码 他说怎么可能我现在变成红码 他就说没有 你那边虽然是 中国进出是要看健康码没有错 对 但是人家在四川的时候是很正常的 是绿码 对 是很通行的 对 那为什么到了西安 就变红色的 就变红色 马上要抓去隔离啊 而且他就跟他说 从现在开始你要隔离 而且要隔离14天 然后所有费用你自己出 那人家毕竟是律师 他才你知道吗 他就跟他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能这样 那我明明拿的是绿码 我在那个成都拿到绿码 难道你要说 我成都那边的政府有问题吗 难道你要说 我们成都那边给的绿码 是假造的吗 哇 这个搬出来 他们就变 有点就不敢讲话 就开始在那边 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结果就说那这样子 那不然 你就先出车站 你出了高铁车站之后 我们再看看 这个律师非常聪明 他说我才不是傻的 你叫我出车站 我马上就被抓去隔离 14天 我还要自己付分 他当场说 我不出去 我不出去 我就睡在车站 他死不出去 书念得多还是有差的 还是有效 到第二天之后 他马上又直接耍狠招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给我两个选择 你要不然就放我出去 去开庭 要吗 你就让我直接原班车 回到成都去 那我们这把 这件事情就当初没发生 不然的话 我告上京 然后就说 他要告他们 成都的相关单位 什么什么 西安的相关单位 就要告这个事情 一抬出来 马上就说 好 那你现在赶快坐高铁回去 所以这件事情 就已经划下句点 但是这个律师 他就把他这个亲身经验 告诉了 在微博上 告诉了所有的中国人 刚才讲说 你们要小心 一下子马上绿马 一夕变红 而且现在最尴尬的是 中国官方压不住疫情 但是天气陷入极端的状态 以北京来说 这两天 寒潮 大风 冰历 暴雪 阴霾 黑雾 而且还出现雷达雪 你看我刚刚光是数了一圈 你就知道这个气候变化的有多夸张 所以亭辉 这个冷的状况 听说还造成了640万只的禽畜冻死 有多严重啊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640万只的这个辽宁省 因为下大雪嘛 对 640万只的禽畜冻死 那我们知道说 最近中国大陆不是 这个超市在抢 抢粮食吗 抢这个所谓的 这个肉品吗 对啊 结果呢 你发现到这个雪上加霜嘛 因为这些禽畜死亡之后呢 640万只要供应 这个辽宁省的 以及东北地区的 这整个所谓的 禽略市场来讲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那这个如果发生所谓的 要推往所谓的 上一次的这个案件呢 事实上可以发生在清朝末年 清朝的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116年前的时候 清朝末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雪 所以也造成了清朝的灭亡 所以大家有人怀疑说 这样的一个天有异象的情况 是不是代表中共政权也即将灭亡呢 这又是另外一种 网路上的一种传说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不仅是 内蒙古啊 还有整个华北地区 基本上都是一个 过了一个最冷的一个天气 而且中国现在的环境 再加上习近平要推 共同富裕政策 这些有钱人 当然开始想着把钱藏起来嘛 所以中国的洗钱方式 昨天我们才谈到而已 今天又冒出最新的 什么叫做最新的 中国富豪洗钱 把钱透过比特币的方式 洗到日本去 洗了270亿 还拿去买豪宅 甚至还有把钱 洗到加州赌场去的 所以维泰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 最近新闻也是报道说 就是在这个中国的富豪 为了避免这个 所谓的共浴的一个政策 他们开始把钱 搬出去这个中国 那搬出去的方法当然很多 不过现在虚拟货币 或加密货币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他们不是要进加密货币吗 进了之后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送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 已经手上有加密货币了 所以他们后来呢 他现在的方法是说 我把这个加密货币呢 在日本的境内去做个兑换 兑换成这个所谓日币 那兑换日币呢 将近有270亿元的日元 换句话说 将近有67亿的一个台币 在日本用这个加密货币 去兑换出来 这个数字证明他真的是富豪 真的很有钱 对不对 好 那兑换出来做什么呢 他去买什么 日本的一个房地产 日本房地产 他买了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栋的一个房地产 那特别这样 那这个事件为什么会东窗事发 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东京的 这个所谓的帮大家去 兑换比特币的这个公司 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 摄影棚 它只是一个 是一个摄影棚的一个公司 摄影棚可以帮忙洗钱 洗270亿 因为它是专门在做这种 类似这种对外的观光客 例如说你拍照 然后帮你把这个照片洗出来 那它的这个所谓的资本额 其实不到1000万日元 哇 所以摄影棚可以洗照片 顺便再帮忙洗钱 一起洗嘛 都是洗 OK 好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所谓资本额这么样的少 可是它在兑换这个金额的部分 却创下这么高 270亿日元的一个金额 所以其实被这个 日本的一个政府 是不是盯上 所以他会观察到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所谓的一个资金的来往 然后发现到 原来这家摄影棚公司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 就是这个经营者 其实是一个中国籍的一个男子 30多岁的男子 那他过去就一直利用这个方式 去把他这个 这个比特币 把他兑换成这个日元 然后去做一个类似 把他一些 之前比较 没有在台面上面的钱 把他扶上台面 那我请教一下 谭耀南大哥 我们刚刚前面谈到 习近平的六中全会结束了 他的历史决议 他拿到手了 他变成新时代的第一人 但是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他整份的决议里面 对于台湾的部分 只有讲到一中原则 对于台湾的部分 只有讲到九二共事 为什么他这么雄伟的 一份历史决议 对台湾的比重的部分 谈得如此之低 是 这一次这个 六中全会 这个刚落幕 那么随即就公布了 所有的文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六中全会的公报 还有刚通过的 所谓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这个刚刚前面都提到了 那么他 习近平开始起来以后 扬弃了过去的集体领导 也没有隔代接班 这份历史决议里面 他提到说 中国新时代开创者 说习近平 那么既往开来 创造中国伟大成就的 新时代领导人 这个意思就是 用他的断代史的角度说 毛是毛 然后这个邓 然后这个江泽民跟胡锦涛 这个是第二段 第三段就是我习近平 艺人统领相山 开创新时代 所以用这个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词汇 这叫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是在告诉你什么呢 这个就是定调 但其实它就是另外一部 习近平边缘史 是 这个就定调了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 二十大 明年的下半年的 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十大全国党代表大会 这段时间相对在政治上面 中国国内的政治上面 算是稳定的 任何挑战习为核心的权威 的这些所谓政治上的对手 看起来都在这一亿里面 已经被收编 被吸一桶江山 那么要改变这个局势 恐怕在未来最起码在一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都不容易 那亲王你刚刚提到 这非常有趣 就是说这一次的所有你看到的文件里面 提到跟台湾有关的只有四句话 第一个就是坚持一中原则 坚持九二共识 第二个就是 再来就是坚决反对 那么台独势力 还有坚决反对什么呢 外部势力的干涉 我想就简简单单提到这几句话 外界有很多的解读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样提示什么意思 可能成绩不好 所以没讲出来 所以没有大事的宣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习大概也不太想要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已经一统江山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议题 或台湾的问题 对他来讲 永远放在名单上面 可是那个重要性啊 这个排序啊 可能就在后面了 变比较次要的议题 对 因为中国的治理变成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 他的权力搞定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搞定了嘛 第二个 中国的治理 尤其是经济的治理 这个是首要的课题 那接下来 中国跟外国的关系 包括跟美国的关系 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最近几年搞得很差嘛 对中国的国力有影响 对他的政治的地位有影响 他在共产党内部也饱受批评 那接下来 怎么样跟美国 共同处理大国关系 这显然是他在 除了国内的社会控制 跟经济议题以外 最重要的课题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 过去在处理台湾的问题上面 坦白讲 从他的角度 从共产党的角度 成绩不好嘛 对不对 那他所中意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所中意的政党 大概看起来在台湾都没有市场啊 那所以接下来 成绩不好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重要性 对他来讲的排序 又放低的时候 他当然就老调重提说 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反对境外势力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老调重谈 也没有新意 大概过去曾经提过 那么这个在2012 这个两年前提过的 这个所谓的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么征语台湾的意见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看起来也就没有再提了 那各位注意到说 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大 全国代表大会的六中全会的正式的公报 对 以及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这个都是正式文件 官方文件 所以某一个程度上 这个当然也有压抑 这个中国境内的小粉红的 或者是解放军的武统的声浪 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看到说 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台湾的就是两岸的关系 跟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这种 集统的这种压力 或这种迫切感 相对来讲 会排在更后面的序列 那这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好事情 但是更大的格局 还是中国接下来要往哪边走 以及美中关系跟全世界 和中国关系的发展 这才是某种程度上 除了我们自己做好自己 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以外 这些大的格局 大国之间的变迁 才会决定我们接下来的走向 和未来的命运 讲到美国 美国的国会议员访问团 昨天真的有到新竹的台积电总部 去参观 引发关切 因为他们来的这趟过程里面 让大家注意到是 他们关心台湾的国防 他们也关心台湾的台积电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等一下告诉你 今天有两个 跟台积电有关的大新闻 哪两个呢 第一个 史上首次 昨天美国的国会议员 组团到台积电的总部去参观 这一件事情 有高度的指标的意义 而且他们到新竹的过程里面 还有新竹市长林志坚的陪同 那他到底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讯息是 也是来自于台积电的蒋霸 大家都知道 蒋霸已经到了中国的中心半导体去 担任副董市长 然后呢 这个蒋上益 跟梁梦松 两个都被中国当作是 中国半导体大梦 能不能成就的关键人物 结果呢 蒋霸 蒋上益 去了中心半导体 竟然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就宣布 请辞副董市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的半导体大梦 会因为这样受到打击吗 我们一个一个告诉你 首先 婷慧我先问你一件事 美国的国会议员 组团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 到台积电的总部去 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 对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来 其实是闪电式的访问 其实待的时间不到大概三天 那为什么他安排行程的时候 第一个先到我们蔡总统那边 这没有话讲 到国安会 然后到了国防部 结果呢 在11号要走之前呢 特别安排一个行程 就是到台积电 所以美国是台积电的那个位阶啊 跟我们总统是一样的 而且告诉各位观众 美国的国会议员 组团到台积电 总部去拜访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 昨天我们在节目上 有告诉大家 但是我们询问到官方的时候 都保持得非常低调 没有要公开让大家知道 所以显然 美国的国会议员 拜访台积电这件事情 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因为这个行程不是我们排的 这个时候国会议员来的时候 他不是我们排的 对 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AIT来排所有行程 那我们只是配合他而已 那如果AIT排行程 会把台积电摆进去来讲 那代表说 美国对台积电的重视程度 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讲到台积电 其实要讲到这个张忠谋嘛 对不对 因为张忠谋创办人嘛 但是曾经也传出说什么 在1989年的时候 曾经三星的创办人李建希呢 亲自到台湾来哦 去找张忠谋 要挖角张忠谋啊 但是那时候张忠谋 从德州仪器回来之后呢 就认为说 不对 我应该在台湾做第一把手 我不应该再到三星去做他们二把手或三把手 所以他愿意就是留在台湾 不愿意离开到三星 而且三星看起来条件都不错哦 但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撼动 也就是造成说 今天我们台湾有这个护国神山 有台积电哦 所以可见来讲的话 美国非常在意台积电 美国的国会议员 参观台积电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秀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不只是要协助台湾 维护台湾的安全 也要维护台积电的安全 因为维护台积电的安全 就等于维护美国的安全 国会议员到台湾来 他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他提案了台湾维折法 他必须到台湾来做田野调查 来实际看看台湾的真实状态 但是因为议员来 他大概就是看大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要保护的东西 台湾人台积电 他当然要去台积电看一下 是 他这个是大的方向 大的东西他一定要看 但是国会议员没那么多时间嘛 所以呢 这些就是什么 就是牵线 就是说未来的窗口 以后我们的国防部跟这些 美国的这些军官们 怎么去联系 来落实这个台湾维折法 里面的具体内容 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的台积电 台湾的半导体 现在对美国来讲 这个已经比当年的石油 成为更重要的战略物资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半导体界的 一个大新闻是什么 就是中国最大的金元代工厂 来自台湾台积电的蒋爸 蒋上义 宣布他要请辞中心的副董事长 理由是说他想回家多陪陪家人 那这个理由为什么怪 怪在哪里呢 怪在除了蒋上义请辞副董事长之外 另外一位独立董事 同样是来自台积电的 他也宣布请辞哦 然后呢 梁梦松虽然继续担任所谓的CEO 但是梁梦松也辞掉 他的执行董事的职务 所以等于说 来自台湾台积电的三个重要的大将 都辞掉了董事的职务 维泰 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好 就在11月11号 中芯国际 他丢出了一个震撼弹 就是说刚刚金旺所提到的 包括这个蒋上义 蒋爸 还有梁梦松 还有他原本的一个这个独立董事杨光磊 不过在昨天呢 杨光磊以前在台积电的技术也是很强的 他也算是在研发团队里面 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分子 他也是研发非常非常强好 那我们在 我们看到在这个蒋上义的部分 他是辞掉他的副董事长 还有包括他的一个董事职位 甚至连他这种所谓的一个 这个董事会的战略的合作伙伴 这个职位也全部把他辞掉 他点说什么都没有留了 全部都退掉了 对 那么在这个梁梦松的部分则是呢 他是辞去了他的一个职董的职务 但是他仍然是任这个所谓联合首席 职系官 就刚刚前我所说的CEO的一个部分 可是如果说站在我们在公司治理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如果说现在新任的董事 他们全部都是中国人的话 基本上这个CEO其实有一点点就是 他没有办法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决定权 因为其实董事会被别人掌控了嘛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有效去执行 他所谓的他的一些所谓的政策 或者是在技术上面的研发动作 所以这点是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重要的 这个半导体这个人事的一个动荡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关心到 其实好像中芯国际在最近一年以来 他的人事的一个变动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我们首先从这个2020年12月15号 当时呢蒋上益是回国担任副董事长 但事实上呢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蒋上益蒋霸 他就已经是中芯国际的一个读董 读董 他读董的一个位置 那在2020年呢 他就被回聘做这个所谓的副董事长 跟执行董事长等等 但是呢同时呢 发现到梁梦松 就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到中芯国际 梁梦松先生 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有一点点心里面有点疙瘩 他说你把这个蒋霸讲完 怎么没有事先通知我 所以当时梁梦松就有点点不高兴 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 他一度怀疑说你找蒋霸来 是不是要取代我 对 没错 因为当时业界都要传说 其实当时这个蒋上益 蒋上益他离开台积电的时候 本来要把这个梁梦松 把他提上去 不过后来没有选到他 所以他就有一点点失落 所以他离开台积电 所以其实业绩都一直传说 这个蒋上益蒋霸跟梁梦松 有这种所谓的余量情节 那为了这件事情 在中芯国际还特别 给了这个梁梦松 假期将近有1亿台币的一个房地产 他有将近1亿台币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拿1亿多出来 对 1亿多的这个房地产 还有将近1亿多的这种 所谓类似的限制型的股票 为了安抚梁梦松 那梁梦松才愿意待下来 继续为中芯国际 但维太我问你一件事 蒋上益说 我是为了多陪陪家人 所以我要辞掉副总市长 但等等你不是才去了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吗 而且你不是讲说 你有梦 在中国希望能够开出半导体梦 那如果我们现在 不相信这个原因的话 那蒋上益现在辞掉副总市长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好 外界其实猜测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个经营阶层的内斗 因为其实事实上 在这个 在今年的九月份 原本的董事长周子学的 他也是出现了 就叫离职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蒋霸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梦松 他们在当时 在去进入到中芯国际的时候 其实是周子学 是一手去做安排 那可是周子学这一次 他在今年的九月份 离开董事长 然后换了叫做什么 换了原本的财务长 高一文刚刚是去代理 那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其实董事长换下来 基本上应该会有更好的人选 去做接替 而不是由财务长上去顶替 而且张中某前一阵才讲 要当CEO的人 要当董事长的人 最好有技术背景 对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你不是 你不是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安排 而是为了要拉他下来 让他下来 在这个经营阶层的部分来讲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个 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看到 就是欧美 其实针对这个中国半导体 或中国高科技方面的发展 出现夹杀的动作 夹杀 夹杀 就是其实美国 他先开第一枪 从前总统川普 禁止他们国内的高科技的技术 输入到中国这一开始 那后来欧洲的各个国家 也是跳出来支持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艾斯摩尔 赫兰的一个厂商艾斯摩尔 就是中国很爱讲的光科技 我们这边叫曝光机 艾斯摩尔的极紫外光机 先进制程要用到 但是中国拿不到 对 因为现在他们禁止艾斯摩尔 把这个紫外光机的一个 这个先进制程的设备 然后卖给这个中兴国际 甚至在今年这个拜登 也顺便提到 就是说他除了这个所谓 先进制程的设备 不能够出给给中国之外 他连这种所谓28奈米的 成熟制程设备 都不允许艾斯摩尔 去出口给这个中兴国际 连28奈米都不准 对 所以在这个先进制程 没有办法做推进 然后在成熟制程 又没有办法去做发展情况之下 那本来蒋霸 他当时被中兴国际延览过去 就是因为他跟艾斯摩尔 有很好很好的关系 因为他之前其实蒋霸是 第一个就把这个艾斯摩尔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EUV的一个机台 进入到中兴国际 可是他因为只有这台进来之后 他就没有后续的发展 因为被人家卡住了 那蒋霸可能就是说 那现在这样子 我在中兴国际小巷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机会 你是说蒋上益觉得 当初我在台积电的时候 也是手把手陪你艾斯摩尔 一起长大 怎么样我跟你都有交情 现在我到中兴国际去 应该可以搞个一两台 没有问题 但是很显然 艾斯摩尔这边 还是不能出货给中国 对 为什么蒋霸这么想 因为其实艾斯摩尔在早期 它其实不是一个 这么大的国际公司 然后在全世界能够跟他 会跟他买先进制程机台 只有台积电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 对艾斯摩尔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时讲话有这样的时候 那我以我过去跟你的这个交情 我带着艾斯摩尔卖向国际 你应该要卖我面子 应该要把所谓的EUV机台 卖给中英国际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情势比人强 我们看到欧洲跟美国 基本上都禁止艾斯摩尔去卖先进机台 给中国 那他可能觉得有志男生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就决定挂冠球去 慧政 蒋上益到中国去也太倒霉了吧 又是有志男生 各位不要忘了 有志男生之前 蒋上益的状况是遇到诈骗集团 慧政 他之前遇到的诈骗集团是怎么一回事 之前那个武汉红星 他谈起这一段过程 他说Nightmare 就是噩梦 就没想到现在到中心看起来也是 Nightmare again 对 那之前你刚提到的 为什么他在红星是遇到诈骗集团 你知道那个红星 他那时候整个投资在所谓半导体这个部分 号称是1280亿人民币的投资 1280亿人民币 对 那他这个主要负责投资案的董事长 当时挂名董事长叫龙伟 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挂名 那真正在整个操盘 抠这个整个投资案 其实是一个叫曹山的 但曹山这个名字 其实也是假的名字 真正名字叫包恩保 那这个包恩保就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骗倒蒋上益 对 然后你知道他们其实呢 总共一开始的这个红星呢 有三个人就是创办的 一个就是包恩保 然后一个是农委 另外一个叫李雪燕 李雪燕后来是这个红星的董事兼总经理 那李雪燕个人的资历比较丰富 卖过酒开过饭店 甚至卖过中药 小学毕业卖过酒 卖过中药 然后要来做半导体 做晶圆制造 很奇妙是这三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半导体的相关经验 结果后来竟然骗到 那你知道在中国 我们有特别去研究一下 像这样类似的诈骗案件 在全中国 其实哈巴拉拉加起来 几十其实跑不掉 诈骗的金额是 其实是用上数千亿 甚至上兆起跳的 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诈骗三部曲 什么三部曲 第一个 半导体诈骗的中国版三部曲 对 第一个就是说 他就是要去跟 一样不懂的晶片是什么的地方 市政府 像武汉红星就跑去找 那个武汉的那个 东西湖的一个地方 去政府就讲说 哎呀 我跟你讲啊 中国人的晶片要自主啊 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人站起来 然后说对 有道理 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呢 他就说 那好 我们跟你一起合资 所以那个区政府就说 这个土地整片 几万平土地好利 然后就是怎么样 资金一开始 八十亿人民币就先到位 所以前面两年 光是这个区政府 就已经丢给他 大概一百五十亿人民币 那一百五十亿人民币 这个人呢 就说 我跟你讲 我们已经找到蒋霸 蒋霸是谁 蒋霸就是台积电的退降 非常优秀的 他跟埃斯某尔 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就扛出了蒋霸 那蒋霸之后呢 人家就说 这感觉是很厉害啊 所以第一部曲 先跟地方政府 就是用一个vision 一个美梦 第二部曲 就是要挖一个 就是讲得出名号的 像蒋霸这个人来压阵 但变成一个招牌 第三部曲是什么 就是要轰轰烈烈 办一大堆行销活动 所以那时候 第一台的DUV 就是生子外光机 进到武汉弘星的时候 他们竟然开记者会 就你知道 后来那个DUV 那个机器 生子外光机 对 生子外光机竟然在那一年年底 就抵押给了另外一个银行 因为他们整个中心到后来 完全就已经没有经费了 然后就由此你可知 根本从头到尾 武汉弘星 对 武汉弘星就完全 所以你就知道 从头到尾 其实他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假梦 一个噩梦 另外一个就是梁梦松 那梁梦松 其实也很有趣 梁梦松被号称是台积电的叛将 那他其实呢 不管是蒋棒或是梁梦松 他们在台积电以前2003年的时候 他们首次他们的一个同志成的技术 打败IBM这个东西 他们两个真的是鞠躬绝尾 是前面两名的一个大工程 但是因为一个是退下来的 另外一个是说 接班的那没经过 所以他就满腹委屈 不高兴 2009年就离开了台积电 跑到三星去 跑到三星去呢 一开始是说 在他们三星集团下面 一个大学在任教 但事实上他就有一些相关的技术 就是协助三星 所以以前三星的技术 是从IBM来的 后来就是因为有蒋梦松的 这个技术的一个协助之后 怎么从什么 32奈米啊 然后28奈米 那个技术制程 跟IBM越来越不像 跟台积电越来越像 甚至16奈米 人家做16奈米 三星做出来16奈米 跟台积电做出来16奈米 分布出哪里不一样 这件事情后来也变成是 那个张中文 只要一谈到梁梦松 就会说 他是以前在台积电 对我们挺中心的 但是唯一一个不好 就是跑来跑去 那确实 他在那个三星 没几年之后 后来又跑到了 那个中心这边去 对那现在看起来 一样也是就是你知道 整个半导体的成功与否 晶片公司能不能做得出来 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关节 所以现在看起来 对中心这件事 不仅对蒋霸是个噩梦 恐怕对梁梦松也是噩梦一场 而且各位 蒋霸几岁了 75岁 梁梦松几岁了 70岁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这一件事情对中国来讲 会不会有后续的影响 但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影响是 美国签署了安全设备法 美国总统签的 锁定的就是华为跟中心通讯 你看到拜登出大动作 但你也看到拜登要跟习近平 你要做视讯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等一下告诉你 美中之间的角力 美国其中一个战场 就是锁定中国的科技跟半导体的发展 所以你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签署了安全设备法 这个是在参众两院都通过的 而拜登把他签了下来 表示他对于华为 对于中心通讯 他要继续封杀 另外拜登呢 他也延长解放军的企业投资禁令 所以很明显他的动作很大 但另一方面 拜登又要跟习近平做视讯会议 那他到底是要跟习近平好 还是要跟习近平不好 那台湾大哥你怎么解读 对很多人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 会误会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么这个孟晚舟回到中国 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哇这个看起来拜登会放软 会对这个美国的 这个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会对中心华为 会有松动的迹象 我看这样看这个事情 可能很难了解世界的全貌 那拜登很早以前在上任之初 就建立了非常清楚的一个战略目标 简单来讲就是抓大放小小院高墙 也就是说对核心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不但没有松绑 而且还会更紧抓得更紧 而且这个范围会越来越扩大 那么标准会越来越高 这个原因是因为美国 已经非常清楚的确认说 科技乃至于经济 就是最大的国家安全 也就是美中两国竞争的 最核心的议题 那么这个部分如果没有抓紧的话 这个部分如果继续到原来之前 或前任的政府这样做的话 那么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是在帮助或助长 中国继续地用西方的科学技术 智慧财产权跟设备 继继继续发展出中国独特的 而且是排他的一些市场规格标准等等 但是在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贸易 那么贸易上面就是说 对于关税 其实拜登本来不赞成的 但是因为原来川普时期 已经中美贸易 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已经写了 所以他也没有立刻放松 但是却有松绑或局部放松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刚刚清皇就讲说 美国就拜登总统正式签署了 参众两院都通过的 美国安全设备法 其实主要就是在继续地锁定 从2018年开始 对中芯 对华为 还有对解放军的相关的企业 持续地出口管制许可的经历 那这个其实是某一个部分是商务部 那么商务部对于高科技出口管制 要求申请许可 但原则上是禁止的 非常少的部分会许可 但是原则上禁止 那么另外有一个清单 基本上正面表列就是全部都禁止 所以这一些在安全设备法案 正式签署实施之后 其实对于包括像中芯华为 还有解放军或解放军相关的 美国商务部 陆陆续续公布的这些中国的企业 所有都剑指的任何核心的 关键技术跟新兴技术产业 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名单 那过去我研究过这个名单 其实这个内容 不是企业的名单 而是这个新兴科技跟关键新科技的 这个项目这个内容 其实就和当年 中国现在已经不再讲的所谓的这个 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名单 是完全相符合的 被美国列进去一个名单 换句话说 讲白点 中国自己他觉得很厉害 他说他要中国制造2025 他其实这些项目 刚好就正好落在 从2018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18192021已经四年了 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清单里面 基本上这两个清单 两个名单的吻合度跟重叠度 是非常高的 换句话说 等于就是北京自己去告诉美国说 我是要发展这些东西 美国基本上说 你会威胁到核心的技术 你偷窃我的技术 你要试图把我的东西拿过来 发展出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就要堵住 对于这些东西 不管是已经成熟的关键技术 还是正在发展 正在研发的衍生性的新兴技术 我都要透过商务部的 出口管制的限制 把它堵掉 不能够让所有这些设备制造商 出口到中国 而且其实还有常备管辖 就是说它不见得就是 纯粹是美国公司 刚刚上一段情况讲的 这个ASMO的EUV 它其实ASMO是一个荷兰的公司 但是这个本来也在美国的 出口管制禁令的 长臂管辖的范围之内 所以其实它也是受到了 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禁令 其实EUV的机器 本来也都不能够出口到中国 所以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回到中国之前 刚刚我们前段讲的 就是说 现在中国说 我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我要减少对外国的原物料 关键设备技术 等等的依赖 其实它不减少 也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核心的这些 机器设备技术 全部都在管制的范围之内 而且接下来 这个管制的力道会加强 不会因为拜席通话 视讯会议或两国 看似有一些合作的迹象 而改变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 抓大放小 小院高墙的关键性的战略 会持续地对这些高科技的产业 的相关的技术设备 增加管制的力道 接下去你会看到这些力道 不管是民主党执政的 拜登执政 还是接下来有可能 共和党在2022年的 其中选举 有可能班师回朝 或掌控参众意愿 甚至2024年 不管哪一党执政 这些管制的力道 都会持续地更加强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管制力道 这应该就是美国 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 但你看到中国的态势 就是因为对国际的威吓 然后动不动就玻璃心 然后去威胁人家 所以才会惹得国际间 他遇到被封锁 遇到天下为中的状况 但我们要看一个人 看美国那一位NBA球星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 秀给观众看 这位NBA球星 杠上中国 杠上他的西藏问题 然后他还做了一个 维尼坦克的球鞋 这一次他做的最新版的球鞋 他把中华民国的国旗 放到球鞋上面 而且说他要挺台湾 挺灰 这是怎么回事 NBA的波士顿球队的中锋 坎特这一次更发挥他的创意 他把台湾的国旗 放在球鞋的后面这个地方 然后球鞋的前面 就画一个台湾的绿色的样子 然后更重要的是 旁边他写了几行字 第一行字他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 台湾 belongs to Taiwan people 台湾属于台湾人民的 然后另外他又写到 所谓的 State with Taiwan 他上面又写到State with 跟台湾站在一起 这个现象 这个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网友在问 这双球鞋去哪里买 因为他们打算要圣诞节当作是圣诞礼物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也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买 我买一双送给你 对我们蔡总统在那个脸书上面 就发了这个文章 就说要挺这个阿坎 因为他在台湾来讲 我们一般的这个球迷都叫他阿坎 就替阿坎这个打球 这个加加油 那同样的呢 他在消敏情的 就是说这个阿坎 他在那个消敏情的推特上面 也留言了 留言很多东西 包含说这个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之外 另外要跟台湾站在一起 那其实说真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他过往来讲的话 都会为西藏新疆的人权在发声 而且呢 都立抗这个习近平 而且认为他是一个 所谓的独裁者 暴力的这个所谓的屠宰者 所以他 他这个站在所谓的人权 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不予力 常常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言论 个身影 但是同样的 中国大陆可能对他来讲的话 非常不爽 非常不高兴 但是呢 没关系 因为其实他 这个鲜明非常鲜明 因为他这样球学的确不简单 这双球鞋是特制的 所以台湾基本上 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搜寻说 到底这双球鞋 要到哪里买 到哪里下定 才能够买得到 你告诉我 我会送给你 然后我们广告后 回来看一个特殊的奇景 什么叫特殊的奇景呢 中国现在东北遇到是百年大雪 但是有人就是拼着大雪 也要结婚 中国网友说 他们应该可以白头偕老 各位 这样怎么白头偕老 这个雪不会伤害身体吗 等一下告诉你是怎么样的画面 中国又出现新的奇人奇事奇景 你看到中国现在遇到的是百年大雪 而且我们节目上告诉过各位 中国的东北遇到的大雪 他们称呼叫做百年一遇 在百年一遇的大雪情况之下 辽宁竟然有一对新人 顶着风雪 两个人互相参扶 也要完成终身结婚大事 这个时候中国有网友有两种看法 第一个是问说 你们这样会不会还没动防就先进病防 另外还有人说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白头偕老 因为雪都下在头上 所以慧珍这是怎么样一个奇特的景观 真的我跟你讲 我看这个画面之后 我只能说也许他们两个认为 彼此是千年一遇的家偶 所以遇到 这就赢百年一遇了 赢百年一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怎么样还是要顶着风雪往前冲 然后这个期间病境 不为寒风 这样子一样要完成这一次婚事 让我们觉得还蛮不可思议 我刚才也特别看了一下 这男生女生还好都还蛮年轻的 不然在这种暴风雪下 如果年纪稍长了 可能马上就真的倒了 你知道吗 中风太冷了 所以就是就你刚提到的 还没动防就已经先进病防 那实际上呢 中国现在因为暴风雪这个问题 真的很多怪的现象 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匪夷所思 像什么呢 像是竟然在哈尔滨 有一个女网友呢 她就在她的微博 有贴出一个东西 贴出说 我明明买的是一个 一个类似润滑油 润滑剑 就是那种护肤产品 卸妆油 卸妆油 怎么会送到 是那个厂商是黑心货是吧 怎么卸中到的剑 是一罐血 这怎么一回事 所以她还觉得不可思诱 到底为什么会呈现是这样 结果后来想说 我赶着上班 我就先放着吧 她就先放在室内 想到说让她冷静一下 就没想到她下完班之后 就发现 真的已经冷静了 她就恢复原状 就变成是一体状态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因为真的天气 实在太冷了 很多的一个现象 让你觉得真的是很奇妙 那现在又不要说 我们光看这个画面 看到现在 我们就已经觉得说 我们边看自己 就边冷起来 虽然台湾现在好像才十四十五度 但是因为这些画面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实在非常的寒冷 再加上现在中国 我们知道 整个中国可以说是在大兵库里面 很多地方都已经传出一些灾情 尤其是因为暴风雪的情况 雪灾 对导致他们很多的一些 电线杆 电塔都出现状况倒塌 所以很可怕的来了 你既是遇到大风雪情况之下 你还没有电 没有电的情况之下 有的人甚至有没有水 但没有水问题还好解决 因为出去挖点雪茎 它就会融化 但是没有电这件事情 等于就是你没有暖气